你好 欢迎收看4月23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达人乡土板村原有的集会所活动中心老旧不服使用 经过多次天灾结构勘律 为了让民众有安全舒适的公共空间 县政府协助争取钱灾及花冬基金等经费 加上乡公所治愁的部分款项 终于要重新新建土板村的集会所活动中心 在23号举行的动土仪式 达人乡镇 乡域昌龙 狗 先走劳庆龙与达人乡长陈兴辉 及各长官贵宾一同缠土 祝福土板村集会所活动中心动土顺利 由于达人乡土板村集会所活动中心 已老旧不服使用 为了让村民拥有更安全舒适的公共空间 县政府协助争取钱灾及花冬基金等经费 加上乡公所自筹部分款项 经费约2400万 将重新新建土板村集会所活动中心 23号举行动土仪式 除了我们协助的预算之外 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40年 历经事前土板村这么多人的一个村落 能够把我们的聚会所 大家看到刚刚后面这张图有三层楼 希望能够有除了有我们的会议室 我们的文教空间 那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大家的努力 而且我们接下来就希望赶快能够落成 那再一次的感谢这所有人的帮忙 一路上好多的贵人协助 那新化跟土板集会所落成之后 其实我们就有更好的一个空间 那也给乡亲能够更多 我们也能够在聚会所里面 做很多的讨论跟活动 云友的土板村集会所活动中心 民国72年新建 至今已40年 遭逢多次天灾清洗 建物整体军裂漏水等状况 结构安全堪余 加上建物内部空间狭小 动线不良 因此达人乡工作与代表会 努力争取经费 重新规划新建新的集会所活动中心 我们旧的活动中心 是在我国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新建的 这样子推算起来 应该就是有40几年的一个历史 那因为这个老旧 这个可能大家在使用的空间不足 然后再加上因为老旧 已经变成一个围楼 然后大家会非常的需要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从去年开始 其实不是从去年 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在 准备就是今天要做一个新建 终于得到大家的一个期望 希望未来大家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活动中心规划为三层楼 预计113年3月完工 将作为文件站 部落厨房 避难收容场所 教育推广及举办传统记忆 等多功能空间 提供向近更安全 完善的公共场所 这讲解大人想不到 下一个小时的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